有沒有人在 我已經試了一百幾十次 我考虧 是不是可以了 給我一些人給我一些反應 喂 大家好 我試了十幾次 十幾次都是炒了 現在有眼睛進來 似乎是可以了 成功了 太好了 很灰 為什麼要欺負我 我都說不懂用電腦 救命 怎麼了 小朋友 原來是真的 太好了 因為我今天有一萬件要說 所以 為什麼 小朋友 你是不是按你媽媽的 OMG 看到了 太好了 你們終於進來了 我真的崩潰了 我試了十幾次 我今天難得試 我從十點半 不是十點半 十一點半開始試 一路試 一路斷 一路試 一路斷 一路就跟我出頭 可不可以試人黑畫面 哦 OK Hi 我們今天 很多正經事說 我推了白板出來 但我來不及在上面寫東西 所以你們今天沒心機聽書 今天有很多東西要說 好 OK 人仔 快點進來人仔 乖 你知不知道我 後來怎樣做得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不可以 我就是 關機了 Restart 就是 土髮練鋼 就是這樣 就是透過這個方法 毛他 OK 你做什麼 你為什麼躺在這裡 嗯 OK 貓爐的貓 貓就是這樣 看不看到 你看看上面 小孩 你看看上面 看 OK 這個就是貓了 永遠在你左右 一定有一隻在左近 喂 不要咬線 給我 給我 謝謝 OK 就是這樣 OK 唉 救命 OK 是啊 是Rosemary 沒錯 OK 大家 我們開始要說正經事 因為我一萬件事要說 OK 多到我不知如何開始 今天我很有心 因為我其實有計劃 要怎麼說 緊接上回 好嗎 緊接上回 就是 這個 為什麼有人出了一個生氣的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不是這麼錯 緊接上回 講這個 重慶大廈 有個重慶大廈的阿叔 你記得嗎 他不是從頭到尾都不動聲色 然後到我去完廁所出來 買單 然後他才說 哎呀 我知道 你說什麼 就是 人有兩個引擎 要是用糖 要是用脂肪 他還要跟我的朋友說 我的朋友 真名和偽名都叫做Peter 大家就叫他Peter IT Peter 我的朋友是怎樣的 他是一個典型的IT仔 他是 我在佔領運動期間認識的 我必須要說實際 如果聽眾的你們 是對政治敏感 即是會打黑癡 流鼻水和不舒服的話 就不要去我個人的項目 因為我個人的項目 是有政治內容在裡面的 如果你單純想養生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不會排斥你的 我不會認為你政治冷感 就不用理你 我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可以這樣去這個 YOU 生同感受的項目 這裡就沒有任何政治意味在裡面 OK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Hippocrates 這樣 如果我自己的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 你看 光太亮了 OK 我自己的 是有濃厚的政治意味 所以 如果你是對政治敏感 會打黑癡 流鼻水 不舒服的話 就敬請不要去我自己那裡 OK 明白嗎 OK 我們繼續說阿叔 阿叔很好 阿叔很有氣 現在全程不露聲聲 即是他沒有 哎呀女王 我知道了 你不吃澱粉的 行行行行 那些完全沒有 整個過程都沒有 甚至下單的時候 他就說 你要不要餅或飯 然後我就說不用 然後 Peter哥 無論我跟他講一萬次 我節目裡面講的內容 他都說 好呀要飯 然後有黃飯 還有白飯 然後他就說 嗯白飯可以了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 折劍美德的 中國傳統美德 一個人 好了 然後我就說 我去完廁所出來 然後阿叔在說 人有兩個 糖 脂肪 你們聽眾都聽過了 我說了 那一堆東西 好了 然後 他說 哎呀但是 魚油多到 很難撐 怎樣吃 其實我想說 阿叔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 被媽媽撿 我們吃的魚油丸 其實都是這樣 你那些絲蜜脫 那些魚乾油 你不是覺得很好味嗎 說真的 那如果你在三文魚 或者吞拿魚腩 到撕出來的 其實已經好吃很多了 然後 阿叔就繼續說 我知道 你說十字花科 真的有聽 阿叔 這個時候 阿Peter繼續 給你一個 木無表情的表情 一走的時候 我們從尖沙咀 回銅鑼灣 因為他是住銅鑼灣 我就不斷地告訴他 為什麼告訴他 因為聽著 由我最初 想報讀這些課程 我第一個課程 是醫生的課程 的時候 他已經 嘩 嘴舌那麼長的訊息給我 即是發了十幾個訊息 很長的 他說 喂不好 你讀這個 你不會有專業資格的 你讀了之後 你不能執業的 你讀這個 沒有意思沒有用的 然後找了一萬個不同的理由 他就說了 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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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用 然後走的時候 我就不斷地告訴他 我說 是呀 我讀的東西真的沒有用的 但是沒有用 不知道為什麼阿叔 會聽了 然後 他又說自己健康了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知道這些 沒有用的課程 才是沒有專業資格的 然後他就說 你抽完我的水尾 你想抽到什麼時候 簡單來說 這件事 其實我想帶入癮子 就是想說 我每天都會收到不同的訊息 例如說 我皮膚敏感啊 怎樣啊 我吃什麼啊 第一時間就去看醫生 然後有人就說 這個啤酒可以喝嗎 如是者等等 好了 不要緊 你們有多少訊息 收到了 我告訴你 我得出一個很厲害的解決方法 就是第一 如果你的問題已經是有N個人 就是前有古人 數十個問過的話 還有我節目裡面也答過十幾次的話 我就會不回答你了 如果你的問題真的這麼厲害的前無古人 我就會不回答你 節目也不回答你 還有錄音也會回答你 所以你可以很單純地看到 如果沒有反應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 是不是很好的方法 好了 這個時候有一個明環不靈的Peter 很相信專業意見 醫生說什麼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他爸爸 較早前 他約出去行山的時候 他就訪了我Fay Jay 因為他跟他爸爸去醫院 他就解釋給我聽 他為什麼跟他爸爸去醫院 我當然會問什麼事 就是一個朋友 我還沒分享我的帖文 你等一下 我只顧著說說很開心 等等 讓我先分享給自己 等等 下星期日那集我已經去日本了 我很期待 因為我要加強熱愛中華文化的程度 所以我會去日本 因為唐宋維蜂在日本 等等 這個時候 阿彼得就解釋給我聽 他就說他爸爸便秘 去不了廁所 所以就去了醫院 醫院現在又灌油又灌水 記住 阿彼得平時有嘲笑我 因為我節目都沒有說過 但其實我會做咖啡灌場 這件事將來解釋給你們聽 介紹給你們聽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我就在笑 啊 通櫃啊 那些呢 怎知道 現在就輪到他爸爸 自己去了醫院 被人通櫃 好了 不要緊 我們不是拿他爸爸來笑 我們很尊重他爸爸 意思是說 他第一 第一次 衰就是衰叫我不要去讀 第二次衰就是 你通櫃啊 然後自己爸爸自己去通櫃 好了 第三就是 你不要管 無論我怎麼說了一萬次 糖有多大的禍害 然後你的身體如何運動 脂肪有多好 如何有大分別 他繼續是 你和他吃自助餐會嚇到 一個一口吃黑蜜瓜 另一口又堆一塊扒進口 黑蜜瓜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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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麼快就讀完 這麼貴的歌 不是 我是哈佛那個讀完 終於是 貧林自殺邊緣 讀完 恭喜 恭喜我回鄉 多謝 這樣 這個 再說兩句廢話 雖然今天我都正經的說 就是在讀到我面臨崩潰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上一集不說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星期一來的 我就約了次官劉天使和蕭公子 然後我們正經夜聊天 然後我已經這樣跟他們說 你們兩個不要找我 那星期三 那星期三 中午我就會自己抱出來 你們有些什麼 這兩天都不要找我擺生才說 禮拜三可以擺生 然後 次官和蕭公子都是讀書人 就說 很少東西 讀書 你們現在讀的稅料 我們以前讀的 就叫做 糟了 叫做什麼 然後 我們以前那些叫做 不記得了 然後 就說 我們以前那些叫做 不記得了 OK 然後我就說 你不明白了 我只給他這個反應 但是 然後 到星期三 我終於交完那份死人工房 真的面臨崩潰 然後再跟他們出來 之後 我就把這段 讀了給他們聽 你們容忍我一點點 我讀給你們聽 我現在還在找那段 等等 給點耐性等 等等 你不覺得我讀完之後 我整天都生氣了嗎 立即變成另一個人 對嗎 因為 你真的不明白 那個脫虎海 那個威力 我不是想幫你買廣告 但是真的是 是脫虎海 OK 我終於找到了 我真的打個聲給他 好像你 Thesis Yes Daniel Tito Yes 然後次官就說 我們以前那些叫Thesis 現在都要Essay 也不用詞 不用詞 然後 我當時是有口難言 我真的想說 其實是要的 我們那些其實是好感的 雖然是一個爛鬼 online 的course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玩我 我就讀了給 星期三 OK 再出來 一樣是次官和蕭公子兩個人 那我就讀給他聽 Missy 因一份功課的回應 那份功課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NGO 在海地 和不同的地方 路旺達 然後還有西非等國 很成功 OK 但是為什麼 在中國 因為我提到一個題目 是講中國 講癌症 癌症 那我寫了一份功課 然後 他給了一個 feedback 我 短短 我想一百字左右 是嚇到你臉都清 我讀給你聽 你聽著 Thanks for this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what a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might look like in mainland China 即是說這個NGO 怎樣在中國這個市場裡面蠟燭 As you mentioned For complex historical reasons NGOs are largely blocked from operating within China OK 由於很複雜的歷史原因 所以大部分的NGO 都是不被容許在大陸裡面操作的 Yet there's a large private for profit component to China's healthcare system 但是呢 大陸有個很大的私有化市場 它是主要是這個謀利的啦 這樣 OK 那我心想著是謀利的啦 It may be worth your time As you prepare your final paper to look into how that system operates and its relationship via regulation Funding etc. with the CCP 其實呢 會值得你探討一下呢 尤其是在你最後那份的paper裡面 去看看這個私有市場是如何運作 和它和這個中共政權的關係 透過這個融資和這個法律的 規定等等 然後呢 It may be worth your time 也很客氣啦 to consider 中國201112年的健康醫療改革 去明白一下到底呢 中共呢 是怎樣嘗試去解決 它這個急速的經濟增長之下 繼而產生的健康問題 這樣 然後我一看到我真的臉都青了 那我讀給次官和蕭公子聽的時候呢 蕭公子第一時間就介紹了這個行業裡面 就是這個範疇裡面的一位博士 那就是這兩集呢 在決戰中環裡面都會見到那位馮家和 是的 我們不可以叫他博士住 他說因為不可以announce住 這樣但其實就已經通過了 就是我不太明白了 這個學者世界的運作 但anyway 總之就是呢 要你看 喂 你明明叫我讀NGO 那個module 我讀NGO 然後呢 我就說 喂 module逃不到來中國 那我解釋完一輪了 然後呢 他就說 喂 你看看私有市場 私有市場 它的法律的明文規定 它的規張制度 它裡面的funding 嗯 還有呢 它那個201120改革 哇 我正呢 他都崩了 你正覺得我有什麼可能呢 可以有心機呢 唉 不是有沒有心機的問題 心機我一定有 是有時間 讀到 我真的應該要讀的東西 即是我要讀的那些 嗯 給照片你看看 OK 我要讀的那些東西 開筆暗一點 就是這些了 那我告訴你 是全部都放下了 這些 steroid hormone metabolic pathways 那樣呢 它怎樣規劃腐法呢 OK 你不要問我 但我記得 居然 但是呢 你叫我讀的那些呢 我直成 即是 到最後 整件事 阿鳳 不要說博士 阿鳳同學 嗯 阿鳳老師 教完我之後 我終於搞定了 還有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在美國 都教我怎樣做 功課 就是解釋給我聽 其實他們要些什麼 這些學者 其實他們 說這麼大論 又間接 又不直接 又曲線 到底他們想你要些什麼呢 他解釋完給我聽之後 我終於交了 加州人脫虎海 好了 我終於可以去回讀 我應該要讀的東西 OK 那呢 即是呢 年輕人還沒喝東西 所以呢 我就可以很努力 很硬正這樣 這樣呢 對 去告訴你們 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OK 好了 那另外一個趣聞 我要分享 除了Peter的喪 被我吞 哎呀 我沒有專業資格 哎呀 不過呢 我也可以告訴你 那些醫生 現在呢 在醫院裡 幫你爸爸做的灌腸 雖然不是咖啡灌腸 其實是什麼 還有我跟他說 其實便秘的成因有四個 我現在急速 急口令這樣說一次 聽眾問 你應該聽過了 就是呢 一千位不夠 OK 所以有聽眾問 其實呢 我呢 就見譬如 我現在是一個很大的 像是一個很大的 像是希臘男神下凡的 一個健身教練 他呢 他好像吃很少菜而已 他只吃幾粒 那些車來騎 還有少許的魚衣金藍 就算了 這樣 為什麼你要我吃這麼多菜 容後 我一定會回答你 因為我今天呢 要開一個很大的話題 就是說這件事 因為呢 我為什麼這麼認真 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我發覺呢 包括我最近去了 鄰近地區 即深圳 OK 陪我的朋友呢 我自己就有份做指甲啦 記名字 OK 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我朋友呢 做一些比較 聽下去比較牙煙一點的 你們會覺得就是 文眼線 OK 這樣東西呢 你們可能會說 哇 你為什麼不在香港搞啊 要去到深圳搞啊 這樣 其實呢 就因為呢 真心說我都明白的 因為第一便宜一點 第二 就是那裡是公多藝屬 你要明白那裡人多 然後他的價格便宜呢 這樣就自然就像工廠一樣 流水作業式 這樣做 這樣做得漂亮的 事實上是 但笑料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朋友呢 其實他是回去保釋 即他已經做了一次 因為紋身其實 他們那一隻呢 我不知道 就是 原理他跟紋身一樣 但我沒有紋身 我就不知道紋身是否需要保釋 但他們這一隻是需要保釋的 那麼呢 他做了第一次 然後呢 他就想回去做第二次了 隔了一個月 然後呢 那個人呢 就死都不能跟他做 然後又跟他說 親 如果有淘寶買的人都知道 那個人都叫親 你們不懂的 親 起碼呢 需要兩個月的 即是呢 皮膚成長周期 一般是28天的 不過這一個呢 就是年輕女兒才是的 我的朋友 興我辣雞 然後呢 就 如果呢 你呢 我們呢 年紀呢 都三十幾歲的話呢 那我們的周期 現在就未必是28歲的 這樣呢 所以呢 最好是兩個月呢 才回來保釋 哇 我的朋友說 搞錯 大哥 我做第一次 其實要跟我說一個月 應該要跟我說兩個月 這樣 他說你看看 鴛鴦的 這樣 不行了 即是他要去做 然後呢 那個人呢 又說 哎呀 因為有扔了一堆 Pseudo science 即是偽科學 偽醫學的 資料出來 因為我的朋友就問我 他說 是不是這樣 這樣 是不是真的 他跟他在WeChat 然後在WhatsApp 我就問我 是不是 這個皮膚生長周期 一定是三十幾歲 就一定是 慢呢 這樣 我說 喂 每個人都不同 譬如如果你是有做運動 你的身體機能是好的 Well 你未必會差 那個年輕人 老實說 當然你將你自己 現在說 你35歲 跟你15歲 跟你25歲 絕對會有分別 但是不代表你的35歲 就等於別人的20歲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對不起我沒有說錯了 你的35歲一定是 萬個20歲 即1.5倍 不是這樣的 OK 即是 你不能夠 將所有人 都 怎麼說 量化 將他全部 都 大家都一樣 隨著年齡真獎 一定是他的多少倍 萬多少 還有更好笑 他就說 阿親 你有沒有來驚奇 這個時候 他也不用問我 他說 我來不來驚奇 關你什麼事 你知不知 他關我 聞不聞 眼睛 什麼事 他不會打到鴛鴦 你也跟我搞定他 他又說 你做完之後 一個月 你不可以化妝 那我朋友要上班 即是 要見客人上班 那你怎樣叫他不化妝呢 眼線不能抹 然後 不可以化妝 什麼都不行 又不能直眼睫毛 什麼都不行 總之什麼都不行 然後我朋友很崩潰 然後 我就跟他說 不如這樣吧 我跟朋友說 你問那個人 你叫他提供給你 一些專業資料 他既然堅持說 一定要兩個月 他既然堅持說 尼兒媽媽 不可以問眼線 即是 我真的不明白 你叫他提供這些專業資料給你看 給你一些資料 給你一些資料 然後我的朋友 的確就問他拿 and guess what you got 他收到的就是 在微信上 傳給你 在微博上 我的朋友傳給我 我打開給你看 你真的會嘆為觀止 很瘋狂的 他就是這些 豆瓣 你看到嗎 一隻眼 就給他一些資料 然後就說 第幾天至第幾天 就是這樣 那些 我又想問 如果那個人 又煙又走 然後 他身體本身 譬如有白血病 又或者地中海 貧血 for instance 或者血小板 有異常的話 那是否又是 十六至三十日 就是怎樣 然後到最後 我的朋友 就沒有辦法 拋他 就說 我問了醫生 醫生說沒有問題 現在 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就給我一份 免責聲明 當然那位 阿姑 就不知道什麼 免責聲明 他就說 我朋友就說 總之 有什麼事情 我自己擔當 你給我一份 我簽了他 總之 有什麼事情都不關你事 總之 總之 我便跟朋友去 我便在旁邊 看著他 很恐怖 整件事 但是 他一直做的時候 即使 我朋友跟他說 我問那個醫生 你說的話 完全沒有任何 醫學 backup 他繼續 一路插 一路插 一路問 親 你有來月經嗎 親 你現在什麼什麼 這樣 跟他說 你之後 不要吃海鮮 不要吃雞 不要吃蛋 那些 所以我在旁邊 我 我不想 我不想 勸他 救命 你們不要太多 看豆瓣 或者百度 找到資料 就算是真的 才行 我忍得很辛苦 接下來 我們去做指甲 做指甲 做指甲的時候 有什麼留言 都停了 你們暈倒了 已經聽到 覺得很無聊 我稍後會說正經 很快 看看你們的留言 怎麼沒有留言 很奇怪 你和你男朋友 Cece 你是不是瘦了很多 你和你男朋友 你可不可以拍一張照給我 你兩個 OK 是不拍過頭的 只是拍過身 瘦了多少 其他同學也是 就是你們 你們的 瘦了前後的照片 因為我收到很多訊息 我穿了我女兒的時候 那條棍 我瘦了20磅 怎樣怎樣 幫幫忙 發一張照片給我 因為你沒有頭 我就不會出你的頭 但是 我會製作一個 歌曲 鼓勵大家 一個月或兩個月的 前後的對比分別 那樣 爆他屍 女王BB 還沒完 然後做指甲 做指甲的時候 在深圳 說真的 我在香港也不化妝 我去到深圳更加不會化妝 但是 我進去做指甲 發覺很臭 因為他有很多鏡 然後看到自己 黑眼圈 被人打完 兩個黑色 我就拿了那個 concealer出來 你還簽 簽 你的頭是簽 我這樣對著鏡子 遮擋 我黑眼圈 然後 對面有個女人 就說 簽 你 我講回廣東話 讓大家聽不懂我 然後她就說 你子宮有毒 所以 你一定要為你的子宮排毒 你的子宮有毒 你臉部才會有這種情況 然後我心想 我昨晚和我朋友聊天 聊到天亮 沒什麼時間 睡覺 所有的黑眼圈都這麼黑 然後 她就說 她說 我們身體 女人最重要的是子宮 子宮一定要保養 卵巢也要保養 如果有去深圳 打骨的人 你們會知道 是有什麼 前列腺保養 當時聽到不是正經 但接著有卵巢保養 即 I mean hello 卵巢是怎樣保養 其實 我可以告訴你 有什麼 我不是說中醫的部分 中醫 他沒有卵巢 記住 全部都隸屬於腎 但是 好笑 你喜歡有公寒 如果你不能生小孩 很難生小孩 他會 給一些 方法給你 例如你再喊救 吃一些 瘟氣血的東西 好 However 是沒有卵巢 但是 每一個心靜的美容 嘩嘩嘩 弟弟 你不夠孤兒 不要跳上去 弄媽媽的東西 每個人都化身成為中醫師 以為自己是 然後跟你說 卵巢有很多的寒 子宮有很多的毒 你不幫子宮排毒的話 遲早就會生病 對 Yuli 我子宮沒事 但是有黑眼圈 那我想問 那男人如果有黑眼圈 那又是他子宮有毒 真的 你明白嗎 你真的會崩潰 然後 我發覺 在大陸的電視廣告 在晚上的時段 全部都是藥 保健品 每個人都說自己 神乎其妓 什麼都治好 OK 即是 我呢 不是針對 那些人 但是 我不是針對鄰近地區 但是 甚至香港也是 為什麼那麼多人 會不知道 公仔麵飯麵 米粉 吃不吃 薯仔番薯 蘭瓜 蘋果橙 吃不吃 當你一萬次斷堂之後 你香港的教育制度 都很災難 但是 在同時 鄰近地區更糟糕 因為 我不知道 是否 說得更糟糕 更直接 是否真的 叫他們政府的 Best Interest 當權者的 Best Interest 對他們 就是 掌權那班 大帝 對他們來說 是最好的 就是這班人全部都是 豬 OK 就是 矮民 豬民 愚民 蠢蠢 總之越蠢越好 因為越容易管治 我不知道 Sorry 有些政治意味 但是你看到 其實說真的 我發覺 喂 你跟鬼佬說 什麼叫carbs 什麼叫protein 什麼叫做 就是 you know carbs protein and fat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他們明白的 很簡單 就是他們真的會明白 例如說 我試過一台十二個人 很少有這麼多人吃飯 那麼 你跟一個唐人說 輕斷食 他就說 不行了 這樣 我轉頭 把頭放在這邊 跟一班鬼佬說 美國鬼 澳洲鬼 英國鬼 英國鬼 英國 澳洲 美國 馬上都知道 我說什麼 你會看到 有參資業 英國鬼 他會說他在吃porridge 即是那些鬼佬粥 然後旁邊 那個澳洲鬼 他會很 做酒 然後他很有興趣 聽你說 美國鬼 對答如流 就是跟我說 他真的去產養 醫生說 你既然是腫瘤科 你為什麼不叫你的病人吃薑黃素 你知道薑黃素很有用嗎 然後說一大論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醫生不接他 給我說 應該被人接了 但無論如何 你會看到 是很不同的 當然 我不說 所有的鬼 都知道 你很有健身感 不是 但你會看到他們很極端 知道的人 就真的知道 他們很深刻 我做飲食 我試過有一對夫婦來 太太是香港人 然後那個先生是南非白人 住英國 現在當然在香港 他是在保險業 我告訴你 我想請他來做嘉賓 他是熟到那個地步 因為 我後來想想 是的 他保險 他想讓人健康長命 不要給你保險 所以 他就做很多的 seminar 去跟別人說 脂肪是很好的 糖是很差的 脂肪是很好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 所有的脂肪 是有些脂肪是不好的 例如 反式脂肪 是人造的 有些什麼是反式脂肪 要說的話 例如植物牛油 Margarine Margarine 就是反式脂肪 有些什麼 它不完全是反式脂肪 但它是半反式脂肪 所說 就是植物種子油 對 我都覺得很漂亮 反式脂肪 半反式 例如 大豆油 粟米油 芥花子油 葵花子油 葵花子油 事實上 我今天有正經事說 但是為什麼 我這麼激動 要說這麼大話 就是因為 你要明白 2000年前 1999年的時候 我們說千年重 以前已經說了一個例子 就是 那些阿婆 就中招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他們去買杜松藥 被騙 你要知道 這些阿婆不是蠢 很多人會說 這麼蠢 他們不是蠢 他們是無知 有很大的分別 蠢是什麼 是說極都不懂 教極都不明白 那些叫蠢 無知 他們根本不懂 分別在這裡 所以如果 大家 你和我 不想將來成為那個 哎呀 婆婆 杜松藥 然後你就買了回去 如果你不想成為這個人 當然 你說我怕不會是 電腦上面 我很聰明 不像我這樣 但是 你健康上面 你也可能會遇到一個人 向你賣 千年重的杜松藥 你明白嗎 你會相信這個世界有一種萬能藥 例如大陸的廣告上面的萬能藥 你一定會去買這些杜松藥 你一定要明白這件事 你不要跌落別人的陷阱 為什麼會跌落這些陷阱 因為你有這樣的無知 蠢被人騙 其實不可恥 因為蠢就是 你聽了你也不明白 你一時容易信人 就買了 但是無知你根本不懂 所以就是什麼子宮要排毒 你明白嗎 對不起 但是 你身體裡面排毒的器官 叫做肝臟 肝臟是在你右邊 是大約一個三磅半的器官 而肝臟是唯一一個 整個身體裡面 唯一一個 好像蜥蜴的尾巴一樣 是可以完全100% 完全自我更新的一塊器官 你只要剁剩25%就可以了 你少於25%就不敏敏地 所以為什麼可以捐肝 香港較早前有一位 非常之大愛的女生 她捐了給 一位有肝病的末期 一個很嚴重的 我忘記名字 對不起 鄧桂斯 我不想 不小心說錯名 得罪人 為什麼肝臟是可以捐肝 但是腎上腺 老友 不能捐肝 所以腎上腺 要好好地保存她 腎上腺 一出事之後 你就會相信有萬能藥 等等 There is none Trust me There is none 有 我會告訴你 你要知道 我在這裡 賣花、讚花香 還是讚我自己 我從來沒有在這裡 收過你的產品 你要知道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跟你們說過 你吃什麼就會好 吃什麼就可以 沒有這件事 OK 你是需要透過健康的飲食 所以我一而再再三 很長期地 不斷地跟你們說 就是什麼叫做健康的飲食 因為我無論你做多少運動 你吃多少製品都好 上一集都已經說過 我又說了這次 就是 You cannot outrun a bad diet 如果你的飲食是不好的話 你的食物的 composition是不好 你的組成部分是不好 它落到你的肚子 它是即時產生作用的 你告訴我 我跑很多步 我吃披霜 你看看什麼 我跑很多步 我做很多運動 我舉鐵 我練牙齡 等等 但我一天三餐都要吃兩個豆腐 你看看什麼 你明白嗎 有些人跟我說 不是的 你有運動 你就自然可以吃糖 因為你的身體會代謝 It's not true It is not true 你 我應該這樣說 我客氣一點說 我不要說not true 我說It's partially true 就是部分正確 喝一口水 嗯 好吃啊 OK 兒子不要炸了我 不好意思 OK 說 不是水來的 是茶 茶加fat 嗯 好了 我剛剛說什麼 我喝東西之前 可不可以提提我 我忘記了 嗯嗯嗯嗯嗯 嗯 打字法的朋友 幫幫忙看一看我 我不想欺騙你 但我真的忘記了自己說什麼 哼 我的記性真是 金魚一樣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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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了 就是 有些人就 你有運動就可以了 你有運動的話 你就 吃糖 沒所謂 喂不是的 我解釋給你為什麼不是的 因為你的糖 下肚之後 What happens is 就是 你的胰狀很忙 你的胰狀要分泌胰肚素 應該說一千字 你的胰狀分泌胰肚素出來 只要壓低你的血糖 因為你的血糖太高會死 會很危險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的朋友 胰狀分泌了胰島素 壓低了糖分 然後將糖分塞到肝臟 然後將肌肉塞到肌肉 然後將肌肉塞到肌肉 會變成脂肪 肌肉塞在肌肉 內臟周圍 所以你可以用了你的糖 身體的Glycogen 即是肌肉和肝的糖 因為你的Glucose 說複雜一點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澱粉或糖會變成葡萄糖 然後被你的身體轉化了 你的肝臟轉化了 就變成Glycogen 然後將肌肉塞到肌肉塞 這些Glycogen 只能捱到一天 24小時 如果你的體型大 可能捱到36小時 但是這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留意別人的 就是 胰島素 它是會阻折你的身體 使用你本身體內已經存有的脂肪 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說 我只要有胰島素的情況之下 我單止不會燃燒脂肪 我還會儲存脂肪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不想有胰島素的產生 因為你吃只要有糖分的東西 你的胰島素都必然會產生作用 它必定要分泌 它不分泌 你會死 所以它一定會分泌 好了 第二類糖尿病人 其實我將來會說糖尿病 我會說高原癲 心臟病 我會說糖尿病 我會說糖尿病 我會問了一些很災難的問題 我會說災難就是 我不是說這個人問的問題災難 而是顯示 當你不是真的了解那件事情 你有多接近別人的方言 和別人的蓄意誤動 OK 說真的 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所有的人 或者市面上 不要所有 有一半的人 是生酮的話 你覺得最大選擇的會是誰 是整個飲食的食品製造商 飲食業也未必的 做餐飲的也未必的 會轉菜單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不然是賣真的生酮 我們賣薯基尼乳 或者我們用不同的食材 去變換 這不是問題 反而我們不快樂 大件事 真正大件事 是食品製造商 例如那些很有錢的 汽水公司 例如穀物公司 你覺得會不會他們 當現在經過了這麼多年 記住 生酮飲食 Ketogenic diet has been around for 100 years 真的有100年了 差4年就100年了 你想一下 這件事今時今日 你現在開啟YouTube Google 打開啟那些健康雜誌 美容雜誌 你覺得這些大的財團 食品製造公司 飲品公司 谷物公司 甚至醫療產業 你覺得他們不會反應 他們不會努力 保住自己的生意 他們怎麼會讓你們 你明白嗎 任由你們 好啊 你們全部心痛 我們菩薩心腸 我們很想你們健康 我們黑米也不要緊 我們股價也不要緊 我們股價也不要緊 你們儘管健康 不過不會的 你明白嗎 包括你看到前一陣子 美國心臟協會 美國心臟協會 走出來說 椰子牛呢 對你的心臟不好 那些 大哥 你看他背後的贊助 是誰 他背後的贊助 就是 美國醬油和Canola 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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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真的 我有沒有拿出蝦子麵 好像某個網台界的大佬 賣蝦子麵 賣鮑魚 賣榴槤 賣什麼 我沒有賣產品 為什麼呢 就是 我可以的 I'm sure 如果我現在拿出蝦子麵 這蝦子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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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都會製的 但是 我不想 因為我覺得我不負責任 因為我不認識你 我沒有見過你 我不知道你什麼情況 我不可以貿貿然推出蝦子麵 給你 OK 就是 不要說肆虐三分毒 就算飯 都不見人人吃得 OK 走走走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OK 你看我怎樣專心做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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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朋友這樣 情況之下 我怎樣專心做節目 OK 但我都要專心做節目 我不理念了 但你不要摺著我條線 OK 剛剛吃了蝦子麵 你真是恭喜 啊 啊 OK 所以做運動一定是好的 我接下來都會說運動的部分 不是今集 但是 那隻貓很棒 就是貼著媽媽 媽媽去到哪裡 貼到哪裡 很變態 我進了房間 她都要貼著我 你知道嗎 她在門口裡 直接貼著門 然後我在廚房煮東西 她就在廚房門口 因為我用垃圾桶隔著了 我怕她進來 我怕踩到她 我怕踩到她 她就在門口 在那裡 爆了 OK 好了 這樣呢 我講一些很痛苦的事給你聽 OK 因為呢 為什麼呢 有慶祝問我 慶祝問我這個問題 等等 同一個人 是聖宗的 喂喂喂喂 那條線 很客氣的 想請教一下 另外如果生酮飲食 每天計算要吃7-10杯菜 每杯8盎司 我計算每天差不多要吃兩斤幾菜 太多 打完湯Smoothie都吃不到那麼多 有菜請修正 但我看很多生酮食譜和書 找到Keto Diet App 和Macros 都沒有很清楚地說 到底要吃多少菜 我們也看Jason Whitrock 他全日的餐單 都吃幾粒番茄碎 和晚餐一堆乳衣甘藍 所以有些不清晰 可不可以解說一下 這樣 很客氣的 等等 等一下回答問題 等我先說完 接著呢 他又發了另一條連結給我 槍不吃澱粉 日減重達人撕死 日本減重達人童山壽樹 大力推廣限糖飲食減肥化 也減少攝取澱粉 令到每一餐的糖分少於20公克 他曾經靠這樣 三個星期減了20公斤 推出了多本唱燒酸 OK 他說 今天看到這宗新聞 令我老公很擔心 但我們都嚴格執行生酮 老公問可不可以減少油 其他就繼續一樣 好了 我現在開始聽了門 希望你們暫時不要留言 你們已經很努力聽 因為接下來就開始有相當多資料 好了 我就想說幾件事給你們聽 OK 有一個加拿大人 一個Professor Stefonson ProfessorStefonson 他不是現在這個世紀的人 他是一個哈佛訓練的人類學家 他做的研究 他研究愛斯基摩人 Inuit 他去到北極 住了10年時間 當中有兩年時間 沒有人找到他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他去寫 他在北極和愛斯基摩人生活這段時間 他的觀察 因為你要記住 他在說是1905-1917年 這一段時間的事情 當時沒有人去過北極 沒什麼人去讀過愛斯基摩人 他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這樣 好了 這個時候我就要讀一些很精彩的事給你們聽 今天多說到一個瘋狂的地方 笑料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叫他 Icelana Canaan Explorer 他跟著他們 這些愛斯基摩人 吃吃吃吃 就是吃什麼呢 就是吃肉 吃魚 是完全沒有蔬菜 完全沒有 Literally 是沒有 不是他不想 是他沒有辦法 不是他不極 就是你說 夏天的時候 一年可能有一個半兩個月 有少量的Berrys 一年裡面 一個半兩個月 這樣 他回來之後 他寫了出來 他的observation 放在他的research裡面 然後上面 他 göz百事 或同伴 甚多同事 說他 恶意攻擊到他 說他一定是一個騙子 說 這是沒可能 不可能 你可以在一年時間 電影 兩年時間 吃這些東西 覺得他在考納 明目 在一年期 要命 所以 所以他的评讯度就受到质疑了 大快地受到质疑 他就说 既然你们不信我 行 没问题 我让你们 严格地 去测试了一年 他直接 去评论他可以 只透过吃肉 脂肪和内藏 能够生存 总之动物的身体 可以生存是没问题的 那时候 进行这个测试的人 是认为他钉眼 认为他一年里面 当然今时今日 你没可能做这样的测试 因为不人道 但是做这个测试的人 McClellan 和 Sorry McClellan 他们两个人 认为他一定有事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做了这个研究 他自己亲身 他亲身 他跟这些爱斯基金 没有人生活过 他知道他可以 因为他自己可以 他也是跟那些人一起生活 他知道他们 小小的都这样吃饭的 他们没事的 长命的 没有心血管疾病 没有癌症的 所以他就说 可以 我 被你们困住了一年 我证明是可以的 去证明自己 他的进度 是每天被控制住 以及不断地被测试的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cClellan 和另外那个法文名 那个人 我忘记是什么名字了 是想着 他一定死了 一定 他一定会有 some sort of 不要说死 他at least会有 我们叫scurvy 就是缺少维他命C 令到你的牙肉会脱掉 因为牙肉会流血 关子又会肿胀 这样 居然 by the end of 一年之后 他们是说 我们的实验室失败了 他没事 ok 就是想make fun of他 想揭穿他 这个骗子真命目的人 当然是没有成功到的 那么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 他是可以 整年没有吃任何的蔬菜 生果 维他命C 为什么他们没事呢 你要知道 是同一段时间 我们讲的是1914至1928年 这段期间 他们是发现怀血病 不是发现怀血病 就是他们可以 name到 现在我们讲的 那12种维他命 就是 原来他们的chemical composition 是这样的 原来没有了这些 都会有这样的病 所以他们认识 一定会有怀血病 但是它没有 ok 我们就是一嘴都 all my why how could you survive ok without it 这样 那 我就想说 对于 对于 ketogenic diet 生酮饮食 最最最深入了解 有两个人名 你必须要知道 有两个人名 一个是Dr. Stephen Finney 他是一个医生 Vermont Minnesota California at Davis ok 都有 里面曾经有教职 那么 他的医学练义 是Stanford 史丹福大学的 得到的 而他的PhD 是读什么呢 他的博士 是讀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你和我去读 可能会崩溃 是很复杂的 是营养的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 从哪里 MIT 简单说 他是一个Stanford 的MD 和一个MIT 的PhD 再来他的 Postdoctoral Research 就是 做了博士之后的 Research 就是在哈佛 我想大家 对他的Qualification 不用担心 因为我知道 例如我朋友Peter 很崇尚品牌 和名牌 和专业资格 我想大家 不需要 去担心 他自己 是Publish過 超过70份 的Paper Studies 书 是关于 我们不同的饮食 对于我们身体里面 我补充一下 不同的饮食 不同的营养成分 是down to specific 的Nutrients on inflammation 炎症 食物 对于 運动 对于 脂肪 积序 对于 痴肥 对于 体能表现 和 细胞 膜 结构 是他的强项 OK 那 好了 他和他的partner 他的partner 另一个医生 OK 那 他另一个医生朋友 Dr. Jeff Volick 是一个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number one ranked department of kinesiology of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OK 是讨讨些什么呢 是讨讨 physiological impacts of various dietary and exercise regimes and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又是运动 OK 饮食 之间的关系 他呢 Dr. Volick 就是过去15年 他一直致力于研究 就是说 低 淀粉 对于又是痴肥 因为痴肥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OK 你去 你去欧美 走一趟 你就明白了 OK 跟着呢 澳洲也很麻烦的 跟着 obesity body composition adaptation to training and overall metabolic health 那记住 我的观点 和一部分人的观点 一部分人的教授 医生的观点 是cancer 是一个metabolic disease 是一个新层代謝的病变 它不是基因的病变 OK 将来我会很重点去说mitochondria 就是我们细胞里面的发电厂 如果大家有留意 最近 乌神市 我不是帮他买广告 乌神市 有一个新的东西 叫True Niagen 我相信 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 有份投资的项目 里面 那种维他命B3 是实验证明 科学证实 是对我们的 什么有用 mitochondria 他帮助我们的mitochondria 就是细胞发电厂 可以产生ATP 什么叫ATP 就是我们细胞的 currency OK 你个人如果 啊 我没力 我很累 一半 神上腺的问题 另一半 mitochondria mitochondria 要健康 透过什么呢 你猜一下 fatty acids 必须脂肪酸 fats 透过什么 透过运动 什么运动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which I am doing 好了 透过什么 透过fasting 断食 hey guys I've been telling you to do it right 所以呢 与其你们呢 继续去迷信 就说 我要去买一个 找一个 鲜丹妙药 吃了一粒 我就会 好了 我就会 不要再犯一个 秦始皇 和汉武帝的 mistake 你长生不老药 不要再相信 一粒药 能够搞定 所有的东西 你觉得 烤盐药 我告诉你 我不是去到 我不吃不行的话 我都不会吃 烤盐药 你吃 yeah it solves a lot of problem but at the same time 为什么你的身体 没有搞定到 这些細菌 为什么你的身体 会发炎 这个才是 你更加要深入了解的问题 当然 你病了一只狗 神志不清的时候 你当然 不要去仔细探索 但我意思是 当你好了 之后 you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instead of 就是说 我出粒粒粒 我出粒粒 我只吃丝炎药 转头 断了 停了丝炎药 因为你不能长期吃 然后粒粒又出回来 it tells you something it tells you there is an underlying cause 就是你背后 底下 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深层次的矛盾 你的身体是未解决 有压力未解决 所以你要发现 你要去发掘 到底这个深层次的矛盾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解决的 不外乎 在五样东西找到 线索 金田一一有出现 第一 饮食 第二 运动 第三 有什么 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危机 hidden stressor 第四 supplement 第五 休息 休息不一定是叫你睡觉 oh by the way 喂 可能你睡觉 就是我有个朋友 晚上八点半可以跳上床睡觉 我爸爸 我亲生爸爸 my beloved dad 是 真的八点半跳上床 九点钟 应该不可以睡觉 但是我呢 跟我爸是一个饼银 但是我可以早上八点钟才睡觉 因为我的circadian 就是我的circadian rhythm 就是我的作息时间 全部吊乱了 就是我收拾正 它会乱 我收拾正 它会乱 那这个跟我的神上线有关 ok but anyway 好了 怎样我可以提这两个医生呢 喏 第二个医生呢 ok 我给你们看一下 在你们镜头看到这一位 对不起 yeah 这位老人家 ok 就是Dr. Steven Finney ok 右边那位年轻一点 很明显 就是Dr. Wollick ok 那么Dr. Wollick 那么 Dr. Wollick 也是一个什么呢 他也是一个athlete 来的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运动员 还有呢 他是一个power lifter 就是他举重的 记不记得我说过 除了他之后 还有另外一位是哪位呢 就是这个 associate professor Dominic D'Agostino OK Professor D'Agostino 就是美国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他帮忙 develop了一个什么呢 现在Amazon你买到的 不过运不到来香港 就是 一些ketone supplements 你吃了之后 within一个小时 你的ketone会深量度 即是你炎尿的话 他为什么会develop这个呢 如果是 有听过之前节目的听众 都可能有印象的了 就是因为美国海豹 特工队 潜水 不能够用普通的氧气瓶 有一些的成员 海帕特工队 那些很大 很合理的那些 发现突然之间 有出现抽搐 跟着死了 OK 所以呢 美国军方就说 喂不碰当 因为这些是我们 很宝贵的人才来的 因为海帕特工队 是最难做 最难成为一员的 他们是经过最严格的考试 最高的体能要求 但是 竟然是因为潜水 而丧失 每一次都有人死 基本上 所以他们就去找 Professor D. D'Agostino 叫他帮忙 发现 原来这些 你吃了下去之后 他真的潜水 他们就没事 所以不要再拗 到底生和饮食安不安全 好了 回回回 这个减重达人 日本减重达人 他叫做铜山寿树 OK 我读过新闻给你们听 他大力推广 然后他死了 是的 大家就很担心 哎呀 是否因为这种 肌肉健康是伤身 首先 刚才所说的 Dr. Steven Finney 是三十几四十年 都是低脂肪肌肉健康 他自己说 他每天要吃200克的脂肪 Well seriously 200克 是差不多两 接近两个牛油 OK 这么多的脂肪 如果你见到他的真人 或者你见到他的影片 你也见到 他不是一个肥佬 而且你看到他不年 And he's been doing it for almost 40 years 所以我觉得 你不需要担心 OK 好了 另外 可以说 童山寿树 这位日本的减重达人 老实说 你和我有没有看过 他的 这个叫做什么 Autopsie 即他的解剖 他因为什么原因而离世 他家属就说是心机梗塑 如果你纯粹因为 减重达人提倡 低碳水化合物 减糖 那我就不可以吃这个 Kelogenic diet 那我告诉他 所有死的人都吃过饭 OK 那你就是不要吃饭 你明白吗 你反过来 就是想而已 所以就是 陶杰 我说 喂 邏輯训练 大哥 我反过来都可以 你明白吗 所有 在日本 香港 死的人都吃过饭 我说 那不要吃饭 一反 是他们的 common denominator 对 对 对 你要看清楚 他的死因是心肌梗塑 他本身 譬如说有没有心漏 或者他没有地中海 贫血 或者他本身 有没有任何先天性的疾病 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对 你就因为这样 但我说 好了 我给了一个例子 是1905-17的 Professor Stevenson OK 我再给你 就是现在的 Doctor Professor Steven Finney 他的Doctor 又是Medical Doctor 亦是PhD 在同时叫Partner Dr. Jeff Follick 是吧 我之前说过 就是Cancer方面的 泰斗 就是 Hey baby 你做什么 OK Professor Thomas Siffred 是吧 以及刚才说的 Professor D'Agostino 我其实都说 如果你们是想要 Ketogenic Diet 生酮饮食的资讯 最好的 是去Diet Doctor 我一二再三说 这个网络 为什么呢 尤其Facebook 随便加入群组 里面那些人 都可能第一次生酮 他可能又会说 一些不是真的 那么正确的资料 我们说的 Pseudo Medical Pseudo Science 的资料 你为什么不去 一个真的由医生 Diet Doctor 是英文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英文有困难的听众 你们可以 Google Translate 他会帮你翻译版面 其实不需要担心 OK 好了 有没有问题想问 没有我就继续了 OK 我找到了 1928年 这个 真名你们可以上网搜索的 我等一下可以打出来的 就是1928 Belve Safonson experiment 就是 在1928年 因为这个教授 在北极回来 他说 我整年多两年都只吃 海豬 海豹 还有鱼 没有吃过菜 这样 OK 那么 他们 那些同僚不相信他 觉得他说大话 骗子 要拆穿他 所以做了这个 1928 Belve Safonson experiment OK 那他吃了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OK 就是 他每天的蛋白质 大约是115克 OK 15-20% of他的 calorie 的 intake 就是他的calorie 里面 他每天吃的 15-2000卡路里 有15-20% 是来自于蛋白质 以他的身高体重比例来说 是115克 15-20% 他的脂肪 是多于200克 一日 就是80% 多于80% 而他的carbs 碳水化合物 是低过2% OK 那他每天吃什么呢 他就吃肉 鱼 鱼 和 鴨鱼 即是家禽类 还有他们的骨汤 骨汤 老 brains marrow 骨髓 肝 和 腎 负责監督的两个人 我终于找出名字 Macarland 和另外一个 叫做 Dubois 是法文名 两个 自在要拆穿他的 最后很丑 就说他没有事 他居然没有 说他有病 We can't explain it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因为 封闭困住他 他不能偷吃柠檬 偷吃菜 没有的 OK Candy 我不会在现在答你 月形肝炎是否适合生肚感吃 因为我有我今天的题目要答 OK 如果你有心机的话 你等我将来讲肝的时候 我就会讲 我会讲的 OK 希望你要明白 这个地球上面有很多人共同享有 这个节目不多人听的 但是也有人听的 大家都需要吸收他们想知道的资讯 但是我不可以就这样 心灵感应 知道你的月形干燃的程度有多严重 你现在康复到怎么样 你现在还没有隐性的 stressor在里面 可不可以适合你 第一 如果你要personalize opinion 我收得很便宜 你可以约我出来 我给了我的时间去回答你 OK 但如果在节目里面的话 我不能单一地照顾你 因为很多其他人都想听他们想听的资料 OK 好了 另外我想讲的是 在东非有一种游牧民族 他们不是狩猎 而不就是害羞 而是憧虫牵 就是他们养了很多生森 赶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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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那他们得到哪里 他们是 событи童子 如不只中小牲 而拿着卯提进去 当蛋糡据就是不吃狩猎 商店 卯提出 productivity 豹、獅子、老虎等吃了牛 那些Massai人是吃肉、奶和血 他們的男子是以什麼為榮呢 他們是以我不吃菜為榮的 他們是很自豪的自己不吃菜 他們是不吃菜 我回想一下 我爸爸在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不吃菜 徹底地不吃菜 我媽媽經常惹我爸爸 說我爸爸不吃菜 我爸爸當時是玉樹林峰 風流梯堂 應盡瀟灑 每天睡醒就可以做到一百五十次 我爸爸就是男影中的典範 無論如何 你們想著這些Massai人 未到二十歲應該死了 我講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是什麼呢 他叫做Kikuku 兩個不同的族群 同一個地方 即是港島東和港島西 這樣理解 因為他們是一個平原 不是隔十丈多遠 是很近的 你便發覺 剛才我所說 完全不吃菜 那群Massai的人 他們普遍給Kikuku 是男的高六寸 女的高三寸 更瘦 更撩長 還有更少牙肉的問題 即是tooth decay 和dental problems 同一樣的人 都是非洲 東非 同一個草原上面 港島東 港島西 一個是farming 即是以農耕為主 另一個是靠 和只吃動物的 高度是男爭六寸 女爭三寸 可以嗎 清楚嗎 By the way 他們還存在 有空可以去探討他們 好 另一個更加興趣 我都說今天很多事要說 就是 這張照片大家看看 Does eating buffalo make you tall 一個是1930年 一個出名的畫家 George Catlin Traveled west of the Mississippi and painted hundreds of Native Americans 那時候還有Native Americans 在美國 他們還是住在 沒有歐洲殖民統治 霸佔了他們的地方 之前的生活模式 不受影響 他們這些人叫什麼 Osage Osage Warrior 只吃什麼 只吃水牛 你看看照片 你就會覺得 大哥 你懂得畫畫嗎 不合比例 你看看人家的頭多小 身體這麼大 頭這麼小 摩托身形 或者我們會覺得 畫畫師不懂畫畫 不合比例 為什麼呢 原來 他們是由 六呎 六吋至七呎 高 他們個個都是耀明 OK 這一群人 亦都是不吃蔬菜 真正的魚毛飲血 好了 但這個時候 我就要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但是你叫我吃蔬菜 這樣 我怎樣 到底我應不應該相信你 吃不吃蔬菜呢 關鍵在於哪裡 關鍵在於幾件事 第一 第一 就是說 你現在的生童不同 愛斯基摩人的飲食方法 如果你告訴我 你現在走去北極 和愛斯基摩人一起住 從此之後 擁抱他們的生活模式 吃他們的食物 不是現在的愛斯基摩人的飲食模式 是以前的 我可能會覺得 一兩年不吃任何的植物 沒有維他命C 你都沒事的 我之前說過 其實你的肝 是儲存了維他命 它會釋放出來 其實很簡單 OK 好了 但是為什麼我要你吃蔬菜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不是他 那樣的食物方法 如果你知道他們怎樣吃東西 就是他們在一個 Iglu 就是愛斯基摩的屋 那些冰屋 我不知道 什麼名字 在中國 即是那些 一個球的白色 太空管的屋裡 他們是用一個大的 缸 在裡面 關上 然後在裡面透火 就是煮的 他們的肉 肉 你以為吃得多 其實不是 是脂肪吃得多 肉 相對少 你想想 海獅 我的貓有一天 在家裡扮海獅 這樣捲起來 其實他們因為冷 所以他們的皮下脂肪很厚 沒有什麼運動 蛋白質很少 所以就是一個肥腩 我們就是吃肥腩 但是剩下骨頭 關鍵在這裡 就是放進去煲 煲到它爛了 就要喝那些湯 他們會喜歡熱的 他們不會有星期 在那些時候 所以你留意到是什麼 就是他們能夠吸收到礦物質 我不是擔心你們不吃菜 會沒有維他命C 這個也是次要 說真的 你今時今日的生徒 我經常叫你們吃菜 是不是 我跟你說 你平時喝什麼 你喝檸茶 有維他命C 其實就夠了 你不會說血病 都說Servantan 他可以兩年都沒有維他命C 至少他的實驗 是一年 他沒有維他命C 所以 不是你飲食上 給不給維他命C 去防止你 出現不同程度的身體 會壞 而是 你沒有礦物質 沒有礦物質是很危險的 我叫你們吃菜的原因 是因為你需要礦物質 其實有一個 如果沒有記錯 聯合國做的一個研究 就是 上一個世紀初 即19不知幾多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農地 裡面的礦物質含量 是高很多的 但由於工業革命 由於機械普及化 過度開墾 所以現在的土地 他沒有時間 去恢復他的元氣 即他沒有時間 去補充 補充 泥土裡面的礦物質 所以現在的食物 的農作物 其實第一 很多的 即殺蟲劑 即殺蟲劑 藥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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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真菌 藥物質 噴了很多 這些其實是神經毒素 這也是一部分 為什麼有些人 很難受的原因 因為神經毒素 進入了你的身體 裡面 它是很難排出去的 當然也有 荷爾蒙的原因 第二 就是 所以 你現在 也因為 他不再用有機耕種的形式 對於 補充 那些 泥土裡面的礦物質 很有幫助 所以現在我們吃的蔬菜 是得不到 足夠的礦物質 幫助我們的身體 去處理 超過300種 的身體機能 的運作 和合成 所以 為什麼 吃吧 吃吧 第一 你也不會吵架 說便秘 其實說真的 你生酮 你最難捱是第一個月 你捱過了第一個月 即是 我很口乾 哎呀 我全身沒有力 哎呀 我好不舒服 我跑開步 我現在 跑不到步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力 或者怎樣怎樣 便秘 其實你經過 兩三個禮拜 有一些兩三個禮拜 有一些四個禮拜 有些extreme case 當你本身的 遺倒數是很高期 長時間 經年累月的高期的話 你可能需要五六個禮拜 甚至extreme case 我見到是八個禮拜 去regulate 降低 你那個 你那個 你的胃倒數 抹肌高 你你的胃倒數高 你你的胃倒數會低 OK 因為呢 有一個叫 interleukin-6 interleukin-6 是一個 pro-inflammatory 即使你身體發炎 的一個 免疫系統裡的 所以這個 technical 我們慢慢再說 將來 免疫力的時候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就是 我剛剛斷了那個 chain of thoughts 就是 interleukin-6 之前我在說什麼 你們可不可以提提我 因為我已經 忘了說什麼 嗯 嗯 嗯 OK 對了 你現在 你熬過了一個月 我兩個禮拜而已 因為我 我一直都相信 我insulin不高 因為我 平時 都說了 我以前 從頭到尾都可以喝Cook Zero 然後那些人呢 這麼多年來都很多人跟我咬 Cook Zero也有糖 Cook Zero沒有糖 Diet Coke也沒有糖 兩個分別是什麼 就是裡面那個 sweetener 就是那個 化學那個 甜味劑是不同牌子的意思 不同的組織 OK 分別在這裡 但是呢 有人問過 Professor Finney OK 就說 喂 但是你用Sucrose Sucrose 即Sblender 即Cook Zero裡面 那一種 的代糖 他說這些是化學 來的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讓我選擇 我要吃5克的 chemical sweetener 還是5克的sugar 他說我會怎樣選 我當然會選 對我身體最少傷害那個 那我當然會選 那個chemical 這樣 因為他很清楚就是 真正的糖對身體那個 危害有多大 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天然就是好 其實很多毒品都是天然的 就是mine you OK 好了 所以 為什麼要你們吃多些礦物質 吃多些蔬菜 那個目的就是為了礦物質 除非你告訴我 我是有能力 好像愛斯基摩人一樣 我會吃到那個 勒骨中間的軟骨 你知道雞 它不是有一個 可以啪那塊骨的 對不起 你的骨可以啪的 我們叫Wish bone 這個位置 可以啪開它 可以啪開它 即是那個位置是軟的 即是你那個rib cage 中間的位置是軟的 如果你由這裡 好像愛斯基摩人一樣 由這裡開始咬 咬到後面硬 就不吃了 而且好像他們這樣 把骨子放進去煲 那你自然會有magnesium 會有potassium sodium calsium 你會有齊所有的electrolytes 但是 你們是不是真的這麼乖乖 可以煲到大骨湯 所以為什麼 傳統的營養師說 不要煲湯 即是廣東人很喜歡的 不要煲湯 煲湯 裡面有很多脂肪 然後又怎樣怎樣 以前不是很流行撇油 那些去油壺 這些是寶 聖經裡面是有bone broth 最早的紀錄是古埃及四千多年前 是用bone broth醫病 如果你是在吃生酮飲食的話 你是需要礦物質的 有一點我們發現 很興趣 就是 為什麼一般人 譬如水手 為什麼會發現壞血病 就是他們航海的時候發覺 他們出現壞血病 瓜子腫了 流牙血 掉牙 那些 為什麼 這個Professor Savonson 在北極的時候 他又沒有事 你留意的 一件事情有分別 就是 當你生酮的時候 你的身體 如果我們說 你的酮體 Key Tones 酮體有三種 我怕我再說下去 你們會暈 今天這集是否太技術 因為你們之前說 你們都不說正經的事情 所以 今天這集 就補回給你們了 當你的身體 你的同體 是說 介乎 一至三個 那個unit 一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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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同體 在血上測 不是在尿上測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身體是不發炎 就是那個inflammation 是 suppress了 是壓低了 不發炎 正如 斷食的時候 如果你發炎 OK 斷食 真的 2015年 在耶魯大學 先有一個發炎 它是會 轉押了一個發炎的 訊號 你的身體就會 搞定 原來不用消炎 原來 你下次試一下 我不是道理 你要看醫生 你去看醫生 我不是阻礙你 如果下次你喉嚨痛 不是很嚴重 不是很嚴重 你試一下不好吃 才不弱 試一下 you know 斷食三天 搞定 you know OK 喝水最健康 Tony Ming Chen No not really 我告訴你 不同的人都不同 OK 譬如你現在那些 每天喝八杯上的 It's a big fat lie 每個人都不同 譬如 一個生同飲食的人 他礦物質流失得很厲害 因為我們的腎 不會像以前那樣儲水 我們的腎的負擔 他就輕了 那麼 我們就 如果這樣喝的話 我們再流失礦物質 我們可能會死 說真的 you know 但是一個人 他怡島素很高的 OK 他血糖很高的 喂 他就應該多喝點水 中醫所說 如果他是腎陽虛的人 OK 就不要喝那麼多水 但是腎陰虛的人 就多喝點水 As a matter of fact 應該是滋陰 而不是只喝水 因為你腎陰虛的人 他沒有辦法 好好地利用 水分在身體裡面 做一個循環 所以呢 and again 你不要認為自己 知道那樣東西 必然是對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就是 譬如我們認為 一件事必然是健康 例如十字花科 有些人是不能吃的 surprise 有些人真的不行 有些人吃西蘭花會肚臟 有些人吃乳衣甘藍 他胃痛 舉例 喂 夠好了 這兩件事 但的確有人不行 OK 現在呢 有人在研究 Ketone bodies 同體有分三種 OK 有一個叫做 Beta Hydroxybutyrate 現在的人想研究 到底這個 是否就是 The Miracle Ingredient The Miracle Molecule 因為為什麼 這件事 為什麼這些人 腦退化生酮之後 會好轉 甚至逆轉 甚至好轉 為什麼第二類糖尿病 又可以透過生酮飲食 逆轉 為什麼發炎得很厲害的 那些Auto Immune Disease 又可以透過生酮好轉 是否因為這個 In particular 就是Beta Hydroxybutyrate 這個這麼特別的Ketone 還是譬如Exitone Exitone Acetate Acid 這些有三種 所以這個不要緊 我們下一集再講 今天已經講了一個半鐘 你們有沒有問題想問 你們有二十多秒想問問題 我等你 我喝東西 你們不問我就走了 OK 有問題很問 有問題很快問 你們真的很專心聽 等等 在看你的留言 OK 下週的日本不乖乖乖飲食 我不會吃烏冬 蕎麥麵 老實說 如果我真的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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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吃任何的澱粉質 我當然會留給壽司 這個不用問 OK 我先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 Alan Liu Is zero or near zero carbs OK? 好了 Good question Very good ques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我想告訴你 其實 你是不可能真的 zero 的 There is a reason behind it 因為為什麼 你吃的肉裡面 動物的肉裡面 肉本身有Glycogen 你明白嗎 因為 很殘忍地這樣說 動物在被宰殺之前 他不會有二十四至三十六個小時斷食 你明白嗎 所以動物一直在吃東西 然後很慘地被人宰過了 那就來到我們桌面 所以肉裡面也有Glycogen 我們吃了Glycogen 下去 它裡面也是糖 所以 並不是真的零的 OK 你可以盡少 但是 其實我有個表 讓我找個表 它的編成 Let me find my biu biu My biu biu I cannot find my biu biu OK Never mind OK 我下個星期不休息 日本也少做 你們聽不聽會這樣問 你們不聽的話 那我就不做的了 OK Karian Fong 亦有個好問題 Tiger Stevia 有九十幾顆 carbs 是否不適合生存用呢 留意 那一隻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都嚇了一條 那我 立刻上網搜尋了 What the hell 為何會有九十幾 九十幾 個gram的 carbs 你真的夠我用五天了 這樣 Turn out 那些叫做sugar alcohol 即是什麼呢 就是 糖酒精 照譯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糖酒精 它就是沒有辦法 給身體吸收 你身體沒有這種酵素 所以它就直下 直出 所以沒事 OK 那我就做了一張照片給大家 那我昨天走去City Super的時候 就拍了一張照片 OK 那我就拍了這一張 那你們看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safe to consume OK 基本上就是stevia 看到嗎 OK 還有就是monk fruit 即是羅漢果糖 這兩種是很穩陣的 是沒事的 你儘管吃吧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 Erythritol 我之前也說過 但我也忘了中文叫什麼 什麼海藻什麼糖 也都是沒事 不影響你的 這個 胰島素 你的血糖不會攀升 你的血糖不攀升 你的胰島素就不會出擊 你的胰島就很開心 它就不煩 OK 就不用攪著它 OK 好嗎 最後 最後想說 就是 戒糖的確是不容易的 我明白的 OK 因為為什麼 有科學家 做過 Thank you Alan 有科學家做過一些實驗 就是說 他們 拿一些白老鼠 去實驗 我們不斷吃 可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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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了 上癮 然後 再對他們吃糖 然後 最後 兩個都上癮 可卡印和糖 同時上癮 兩個一起對白老鼠試 看看他要什麼 他選糖 也不選可卡印 94%的白老鼠選了糖 只有6%選了可卡印 簡單說 糖比可卡印更加 我不想說致命 但是更加上癮 所以為什麼現在 你買 我認真走過 因為我沒什麼時間去逛街 但是 我認真去逛那些凍肉的時候 我發覺煙肉 腸仔 連這些明明不用下糖的東西 都下了糖 你會看到糖 Dext extract Meltodextrins Dextrarins Dextrand Dextras Dextrins Sugar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You know 很多 糖像有60個名字 我爸爸拿出來 我沒時間抄完 我今天都可以說話 對了 就是 你需要 要避免它 最後 就是 有一本這樣的書 我買了 我現在不是推你們買這本書 我會先看 我看完之後 我去告訴你們這本書 是不是一本好書 我可以說 你初期買應該問題也不大 或者你看也OK 但是你長遠 你不能夠依賴著它 或者一輩子都吃 你是需要一路調整的 就像我這樣 我現在 我可以一天不吃東西 兩天不吃東西 三天不吃東西 我接下來會嘗試 四天五天六天七天 但是如果你真的嘗試 全斷吃 不是輕斷 輕斷就是一天之內都會吃東西 只不過是不吃的時間長一點 吃的時間短一點 這些叫輕斷吃 如果輕斷吃我不是特別擔心 我可以專題說這件事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全斷吃 只剩幾天不吃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喝 湯 大骨湯 你自己煲也可以 你不自己煲 你下街買那些 上湯粒粒 雞湯 魚湯粒粒 我想為什麼你需要 因為你需要裡面的礦物質 你說什麼 那些都沒有流的 應該沒有下針雞 沒有下魚 但是因為 它裡面有酸 酸 酸是很重要的 我找一集可以查 加入去說 醫生一定叫你要降酸 但是酸 如果你真的降到美國 港的3.2 其實死亡率會增加 至少六萬人 我有數字 我不是憑空說 所以我很歡迎那些 那些肥到 又塌塌到 又掉了頭髮 肚子又大到頂著 看不到腳趾 彎不到身 綁不到鞋帶的 那些豬肉榮 為了想挑戰 而挑戰那些人 我歡迎他們挑機 因為我不是憑空說的 我說的話 的確我是 第一 我正在讀 第二 我有這些研究 我有這些實證 這些研究不是我自己做 Don't get me wrong 但是我意思 我的實證 是我自己實證 我拿我自己身體來教育 還有那些研究 像我所說 Professor Steven Finney 35年40年 都是這一方面的 expert 他用他這麼多年40年 就憑這個豬肉榮 你覺得你可以推翻 就是因為你看到我們的節目 似乎有人聽 然後你想過來抽一下水 然後你又走過來 說兩句 說很危險 好 你知道嗎 好 我跟你對賭 我繼續 我一天可以吃到 8、2克的肥肌 不如你試一下 我跟你調轉 你就是全部吃糖 我全部吃肥肌 接著五年之後 看看大家發生什麼事 我不介意跟你對賭 因為 我不是為了減 我要去到25吋腰 然後我就會開始放棄自己 我不會的 即是 This is a lifestyle 但我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 你們 要知道是要調節的 什麼意思要調節呢 就是說 你不要想著 我游到餓吃的一樣 你是每一個月都要調節過 你那個app 那個輸入 因為你的磅數會輕了 你的脂肪會少了 你的肌肉量可能會增加了 你的肌肉量可能會增加了 所以這些全部都要調整 你知不知道 OK 譬如開始的時候 你會是 我舉例 你可能一半是透過吃的脂肪 另一半是透過你身體的脂肪 慢慢的身體的脂肪會少了 你就會可能是 七成半靠外來 兩成半靠自己的身體 到最後期 你就是全部要靠外來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沒有了脂肪 我有一個好朋友 一個 說真的 真是美少女 不要問她的年紀 我會給我包你看照片 你一定不會知道她是多少歲 還有我有幾個生童的女生朋友 我真的問她們的許可 如果她願意給我的話 你會留口水 什麼叫美魔女 她們真的是美魔女 有馬甲線 有肌肉 穿泳衣 殺死人 可以拍比堅尼模特兒的照片 傷同她 有一個我講的名少女 她沒有給比堅尼照片給我的 但是 你絕對想不到她是多少歲 她是瘦到 連我們說的 腸內的肥 都沒有了 腸退了上去 我跟她說 乖女 你計算你現在 那個肥瘦要多少 可能不知要150 還是不知要多少 我怎麼吃 我就說 你做一些肥瘦 整顆是用椰子油 再加巧克力 再加柚子 那些 好像金沙 用stevia代堂做的金沙 又有柚子 又有柚子 我們拍一顆 可能每一頓 每一頓拍一顆 再加你 有椰子 有牛油 有橄欖油 這樣 然後加一點 椰子 你記住 你的糖 其實是由幾個克 到50克不等 她瘦到 抬了上去的腸 你就去50克 你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要調整 所以各位 其實我讀書的目的 是會服務大家 如果你們有幾百元 可以考慮解囊 我很樂意出來 坐下 對著你 回答你所有的問題 但如果你不想 也沒有問題 而且遲些 如果我搞定 一個專屬的地方 我會做一個 特別的日子 可能每個月 有一天 是幫助一些 有困難的人士 譬如她是經濟能力 真的有困難 幾百元對她來說 都是負擔的話 我沒有問題 我隨便你 隨便一封利是 給我20元都可以 我會做這些事情 但我現在沒有地方 你明白嗎 我們出去Stardbuck 坐下也要幾十元 兩個人一百元 每分鐘 所以 I'm working on it OK 那些什麼Keto Kit 那些蔬菜包 海鮮包 肉包 我不是忘記了 我是 沒空做 OK 給我一點時間 乖 所以 雞粉加水 可以嗎 Baby 我不知道你講哪隻雞粉 所以我答不到你 OK 好不好 好 今天超時的了 拜拜